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凭什么又是周深 央视出手亲自官宣 周深为紫禁城专辑歌手 连续两次上央视 震撼整个娱乐圈 最近国家故宫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名字叫《紫禁城》 这部剧是以拍摄场景为主 展现皇帝们住过的地方 随着最近古装电视剧的风靡 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古城产生了好奇 因此故宫适时地推出了这部剧 也是想带领大家了解更多的历史 这部剧定在每周六晚上播出 随着剧种的曝光 主题曲《紫禁城》的全阵容也曝光出来了 在主题曲中总共有12位歌手 分别是黄陵 张星成 周深 汪苏龙 谭维维 刘雨宁等 串烧歌曲为《赶》 《荣耀天城》 《光亮》《在惊涛骇浪》里 《成》《千里江山》等等 不得不说这一次的阵容十分庞大 很多都是年轻一代的歌手 有年少就成名的汪苏龙 也有网红出道的刘雨宁 还有选秀节目出来的张碧晨 尽管出身不一样 但同样都是实力性歌手 自从娱乐圈开始整治以后 娱乐圈也变得更加清静了 尤其是那些流量明星 好像变得没有去处了一样 这次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和国庆晚会邀请的明星 无不是娱乐圈中的老戏骨和实力派歌手演员 再也看不到没有实力的流量明星的影子 而一贯请流量明星的湖南卫视 这次中秋晚会也变得极其低调 流量明星一概不请 低调而朴素 这次能上央视中秋和国庆晚会的明星 也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我们发现能够同时上两个晚会的明星不多 仅有八位 分别是谢霆锋 凤凰传奇 刘涛 李雨春 周比畅 周深 渡江 陈伟廷等八人 这些人中大多数是老戏骨或者是老歌手 其中最年轻的只有周深 而他的幸运还不止这两次 最近为了纪念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 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推出纪录片《紫禁城》 与此同时配套上映的国潮音乐专辑《紫禁城》 专辑中有十二首歌曲 由十二个人演唱十二首歌 分别是谭维维的《成》 郑云龙的《乾隆勿用》 汪苏龙的《在惊涛骇浪里》 刘雨宁的《千里江山》 张碧晨的《自礼行间》 周深的《光亮》 常诗磊的《四海》 张星成的《荣耀天成》 黄陵的《赶》 刘伯新的《白露丝一城》 戴权的《破晓》 以及王力宏的《天地龙龄》 有没有发现一个属性的名字呢 又出现了周深 这首专辑虽然不是央视推出的作品 但是关于紫禁城方面的内容 必然会引起广大国人的关注 基本上等于国家级作品 周深又一次出现在这儿 证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2010年 18岁的周深之深来到乌克兰 四年以后成为了周深人生路上的分水岭 他原本不想参加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 因为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 害怕被人骂 然而胡敏言连续三次邀请周深参加节目都被拒绝了 好在胡敏言没有放弃 一直追着周深邀请他参加节目 周深这才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加了节目 周深在盲选中唱了一首《欢言》 纳英 汪峰等都给了极高的评价 当时周碧晨也参加了当期节目 在他印象里最深刻的就是周深 不过那期节目周深并没有大火 他在十六近四时就被淘汰了 后来还是著名作词人隐约向高某推荐了周深 在他们的帮助下 周深演唱了歌曲《大鱼》 这时候的周深才有了一定的起色 逐渐成名 成名以后 周深一直从事音乐创作和演唱 出了不少成名歌曲 更是获得了无数奖项 先后获得2016年东方风云榜最佳新人 第24届东方风云榜全民选择男歌手 第17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电影歌曲奖 第25届东方风云榜年度飞跃歌手等等 可以看出周深是一名很有实力的歌手 2017年 年仅25岁的周深就推出了自己的个人新专辑 由影约任制片人 专辑里推出十首新歌 他的这张专辑得到业内知名音乐人士的好评 并且评价周深说 他的声音天生适合歌唱 完成度很高 而这次连续在央视中秋和国境晚会上 周深又分别唱的是《繁星璀璨的天空》和《听我说》两首歌 在这个流量明星萧条的时代 周深却逆流而上 成为众星仰望的星星 他的前途不可估量 说到娱乐圈的劳模 歌手周深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位 进入到2021年之后 在整个一月份 周深连续出了八首新歌 他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劳模 平均四天就发布一首新歌的速度 这水平真的是相当厉害了 作为周深的粉丝真的是幸福感满满呀 有些歌词还没有学会 一首新的歌曲又来了 今天北京卫视电视先锋榜节目透露 又有一首新歌要来了 那就是纪录片《紫禁城》的片尾曲 目前大型纪录片《紫禁城》也是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中 为了追求更好的制作效果 邀请众多知名歌手加入到紫禁城的制作之中 参与录制的歌手有王力宏 周深 汪苏龙 谭维维 常诗类等多达12位歌手 有了这些歌手的加入 为这部纪录片的厚重意义青春表达 带来了别样的效果 对于周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表示这首歌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有别于以前的作品 这首歌他也没想到会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寄托 而且这首歌在故事传承上很有鼓励性的力量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很让人期待的歌曲了 故宫经历了好几百年的传承和故事 每一位歌手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 歌声中都洋溢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 以及有着自身人生经历的体会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紫禁城 从创作阶段到拍摄都经历了不少的心血 尤其是周深 对于这首歌可谓是格外用心 为了艺术效果 特意跟着一位认识金句老师学了一段念白 戏腔的加入让这首更有时空交错的感觉 到时候听完周深的走心演唱 相信再次走进故宫 应该会别有一番感觉 作为一名老阿姨呢 很荣幸能够成为生米的一天 既用一句歌词来表达心情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听着周深的歌慢慢变老 未来还有好多年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和米米们在一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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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